不會像祝祝寫那麼慘 因為換不掉 就是不管再怎麼樣講 鋼鐵含粉 二十幾%應該是有的 那你如果就換了韓國瑜 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他的政黨選票 大概就垮了 用今天的蘋果 如果你看 就是說 因為最近大家講私煙案 私煙案到底 對蔡英文總統有什麼傷害 以北日老電子報 他做的時間點是7月23 我記得是23、24 也就是私煙案已經開始發酵了 他跌了4%的支持度 4%算是有受傷 可是你說有沒有受重傷就沒有 可是你看今天的蘋果日報更好玩 因為蘋果日報做的時間點 是7月27跟7月28 7月28是國民黨的全大會正式提名 你知道韓國瑜只贏蔡英文多少 2.4 那7月27跟7月28 發生什麼事情 蔡英文總統 後來為了兩個字道歉 超買 你回想一下前一段時間是不是 國民黨都在打超買這兩個字 對 就是超買比 比那個香菸的事情還嚴重你知道嗎 好 那打下來到了蘋果在做民調的時候 7月28那天晚上做完 負2.4 你要記得韓國瑜是7月15號才民調大贏 對 從7月15號到7月28 勉強算兩個禮拜 這種狀況之下 你再配合美力導電子報你看那個不信任度 我不曉得 國民黨的未來 你要怎麼辦 因為有接近六成的人不相信你的總統候選人 對 那總統候選人又是最最重要的領頭羊 他就是大母 他是母雞嘛 對 立委是小雞嘛 那你在不同的選區下去裡面 你說會不會不受影響嗎 對 我總統我都不信任了 我要怎麼去把這個選票 投底下的人 投給國民黨 對 所以國民黨的立委要非常拚耶